弟弟就会嗯嗯可乖可乖了 弟弟就那么儒雅呀 张安太棒了 就在刚才张安直播的时候 在日本酒店里 她与玲玲和月月一边交流一边直播 在直播的过程中 孩子们时不时会出现在画面里 张安很注意保护孩子的隐私 立马用手 或者用手里的酸辣粉挡住孩子的脸 张安说玲玲和月月特别喜欢吃麻溜剂的酸辣粉 玲玲今天已经吃了两罐了 还想吃给留着明天吃 张安一边哄孩子还一边卖货 真是敬业啊 当时旁边还有随行的保姆 张安一开始发现月月困了 于是她吩咐孩子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 因为同行的不只有玲玲和月月 也有她朋友的孩子 张安一开始嘱咐保姆帮忙 后来觉得不放心 还是自己亲力亲为 她说不用了我自己弄 于是张安就到了月月的房间里 给月月换上她新买的睡衣 张安一边给月月穿睡衣 还一边还不停的夸奖 我的月月为什么这么漂亮啊 这么乖啊 张安满脸爱意的称呼月月 是个小胖胖 张安亲自给月月换上睡衣以后 又将空调开得小一点 怕孩子感冒 张安真的是很细心呢 张安全程都喜不自慎 笑容满面 毕竟盼了四年才跟孙子孙女团聚在一起 虽然见不到月月的脸 但是从月月与张安的交流过程中 月月跟张安是非常非常亲近的 小玲玲就稍微比较内向一点 张安在直播间都忍不住说 我的玲玲为什么这么儒雅呀 七岁的男孩 为什么一点都不淘气呢 不得不说 S一家真的很厉害 近日葛思七还爆料 为什么两个孩子没有回北京 因为没有回乡镇 也就是大S没有给孩子办回乡镇 但是给孩子们办了护照 S家还是很有心悸的 他们怕孩子拿到回乡镇回北京以后 被张安和汪小飞扣下 不回台湾了 所以两个孩子可以跟张兰 汪小飞团聚 但是不能在北京 不能回大陆 只能去第三国 于是他们就约定了半个月的旅游行程 今天刚刚到日本 恭喜张兰 判了四年 终于如愿以偿了 付出了这么多的金钱和努力 百经波折 终于如愿了 有词 你自己的所有人 下游行程 妳在前游行的 我 剑